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我們今天要玩的東西就是這個大玩意兒 就是 iDrip 的智能手沖咖啡機 大家對 iDrip 有印象嗎 其實我相信可能有些人 可能對他的這個中間非常酷炫的齒輪 他在沖煮的時候會利用齒輪帶動他的給水頭 就會有一個非常棒的儀式感 相信大家可能會有一些印象 那為什麼今天學長要來開箱 iDrip 因為 iDrip 這次的新的版本 他開放的可以使用濾杯沖煮的模式 那之前 iDrip 是使用濾掛 用掛來包的方式 濾掛上面會有一個條碼 他的後面有一個掃瞄的位置 掃瞄條碼進去以後 他就會根據這個濾掛 他的比較適合的沖煮方式 來為各位做沖煮 這是他當初的設計的一個特殊的地方 那現在他就開放了 如果你是比較不喜歡喝濾關 喜歡現磨的 你喜歡用自己的濾杯 還是開放這個模式 然後並且設定自己的參數 或是在網路上抓取其他大師高手的參數 來為你做沖煮 那這個功能對學長來說 當然就是比較有意思 因為呢 學長一直很喜歡玩各種手法 那我們今天就來測試測試 新版本的iTrip 在於這種開放的沖煮模式的情況之下 能不能達到學長心中對於好的 自動手沖咖啡機的標準 那其中有幾個標準會跟大家聊一聊 第一個部分呢 是關於他的給水柔軟度 這是學長最最最要求的 因為如果你的沖煮機 或是號稱手沖機的這些咖啡機呢 他的給水是亂噴的水量很大 或是他的水就是會噴漸出去的 那對於你的粉塵來說 就像是你一個不會沖手沖的人 會去把你的粉塵整個沖散掉一樣 你很難做出好風味的手沖 所以第一個部分 我最要求的部分就是 希望他的給水柔軟度是比較好的 粉塵能夠維持比較好的狀態 第二個部分呢 當然是給水可以控大小 而且是穩定的 就像你一個手沖的高手來說 我的給水是必須要可以控到說 我想要大水可以大水 小水的時候可以小水 第三部分大概是他的給水的位置 就是我們想要做內圈做流速快 做外圈做流速慢 甚至我要做大水做翻角 他的給水的位置 能夠達到我們一般手沖的要求 至少要達到這些要求 我們這台手沖機才比較可以 號稱說他是一個 有價值的智能手沖機 然後OK 所以大家有喜歡就用這些標的來做測試 那一般來說 iDrip這台咖啡機 他如果要使用濾杯的充足手法的話 除了在網路上 他的iDrip的APP裡面 會有一些充足方案 你可以直接去Download下來 直接使用 那上面有一排按鈕 都可以把這些充足的Recipe 然後可以Download到的我的按鈕裡 當你需要使用的時候 你就可以不用再回到APP 就可以使用快捷鍵的方式 或者是說 你如果 你今天你想要自己設計 你自己的充足手法的話 你也可以利用APP的方式 來做設計 像學長今天就已經設計了 五六個自己不同的充法 那 我覺得其實事實上 設計上面也蠻符合 我們一般人使用上面的習慣的 OK 所以待會學長就會以我們 以我自己設計的充法 來給大家看看 是否能夠滿足 學長剛才說的那幾個要求 OK 那我們第一個部分 我們先以悶針 來當作給水柔軟度的測試 因為其實悶針 它其實是最需要 給水不能太強的 不然的話 這時候粉塵很乾 如果水太強的話 它會很快速 就會讓水穿過你的粉塵 所以你的咖啡粉 就會有凹陷的狀況 所以使用比較小的水 來做悶針 然後就可以來測試 iDrip 它這台的柔軟度 是否可以滿足手沖的要求 打開iDrip的App以後 然後學長已經設計了一些手法 首先我們就用 第一個 好 開始沖煮以後 它就會開始 加溫 然後把這個學長剛才設計的手法 就是會傳到我的機身裡面了 那等到它溫度 到了你指定溫度的時候 就會開始給水了 好 那今天學長悶針呢 我用兩段悶針 所以待會兒可以看到 給水的是兩段 我會先中心給水之後呢 然後停留一下子以後呢 然後繞圈給水 讓內外圈的吃水呢 能夠比較平均 然後達到比較好的悶針效果 好 開始給水了 可以看到剛開始呢 中間給水 然後停留一下子以後呢 開始 內外給水 然後可以看到 在給水的過程之中呢 粉塵它的水呢 是不會完全流掉下面的 而是 可以看到粉跟粉之間是有含水的 就代表所有的給水的柔軟度跟 CC數呢都不會太大 就是可以讓粉塵 即是乾乾的粉塵呢 它還是有足夠的能力呢 吃水並且把空氣排出來 可以看到粉塵基本上會顯現一個微幅的膨脹 那基本上就可以 這個過程就是符合悶蒸的需求 讓粉跟水呢 有足夠的時間能夠吃水 然後呢 達到第二階段的萃取的狀態 OK 所以我們第一次的測試呢 基本上算是OK的 Igib的柔軟度 覺得還算OK 那我們接下來第二段呢 我們用花瓣濾杯 搭配學長很喜歡的 這個天乾水味的沖法來做測試 那這個沖法呢 它是很複雜的 它有很多細節 所以利用這麼多的細節來考驗一台智能手沖機 它其實是很有挑戰性的 OK 那我們就邊測試 學長邊跟大家講 它中間過程中代表了它需要什麼樣的能力 好 我們一樣95度 好 95度的時候 前半段跟剛剛是一樣的 是做悶蒸的狀態 那其實有非常多的手法的起司點都是悶蒸 所以悶蒸做得好不好呢 跟風味的好壞呢 是很有關聯性的 所以智能手沖機 如果做不到悶蒸 就功能就會打折扣啦 可以這麼說 好 我們今天做悶蒸一樣 可以看到 剛開始給水的時候呢 水平並不會完完全全滴落 像我下午現在呢 是完全沒有滴水的 代表說我的水呢 是流在我的粉塵裡面 然後第二段呢 其實這一段都算是悶蒸的過程 雖然感覺還是分了兩段 但是因為學長 像我在設計上面呢 會希望說我的粉塵呢 兩次的悶蒸 分兩次悶蒸呢 可以讓我的粉塵的吃水更均勻 然後變成它悶蒸效果更好 像這次的悶蒸效果呢 比剛才V60還好 代表說 其實事實上 它無論是在什麼濾杯裡面 它差不多研磨度測好以後 它的悶蒸效果就是蠻好的 然後接下來呢 悶蒸結束以後 我悶30秒 會有一個打通水道的過程 我會看到中間的空氣被湧出 那這個是需要比較大一點點的水 讓我中間的粉塵能夠被翻攪 讓空氣湧出的 所以我們待會兒可以看到 這一段 可以看到 給水一段比較急促的水 然後大量的空氣被湧出了 就是打通水道 水道打通的時候 你的濾杯流出去會變得快 然後下一段這一段呢 一樣給正中間 但是呢 這段叫做中心注水 可以看到我的粉塵 除了正中間白色的部分 外圍的 咖啡色的粉塵的部分呢 是不太會有顯著的淹水狀態 粉塵基本上是保濕完整的 可以看到粉塵很完整 這個就是中心注水法的特徵 我一定要我的粉塵保濕完整 不然的話 如果被水淹掉的話 就變成淹水手法 它的風味呢 就不會那麼清涼 好 這一段呢 是 大水上水 因為我後半段呢 我就要做填蓋水圍 所以這一段我需要一個很大的水 讓我濾杯的水呢 一下子可以淹到七分滿八分滿的程度 好 然後最後一段呢 我要在正中間微幅的給小水 讓我的水位呢 維持大約在七分滿八分滿的高度 那 維持很長一段時間 這段呢 是可以做出足量的填質 所以這個也就是學長稱之為填蓋水味的 如果你們不知道這個時候的話 可以看一下學長之前的影片 可以看到我的給水持續的給 但是我的水位線呢 差不多在這個位置上 能夠維持它的平衡 這代表說我的給水穩定度 是一定要很穩定 才能做到這個程度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過程之中 學長其實用了非常多的小細節 來測試IG 包括悶蒸的柔軟度 然後呢 悶蒸之後呢 我的第一段打動水道的力道 能不能有足夠的力道 去做翻角 然後中心注水的給水穩定 是不是能夠讓我的粉塵 維持穩定 維持漂亮的粉塵 不會被沖散 然後呢 之後後面兩段 一個是上大水 讓我的整個水進入淹水 浸泡狀態 然後最後的呢 穩定的給小水 讓我的水位能夠達到天乾水位 所以可以看到 當我把參數設計好的時候呢 這些細節 IG是基本上是可以完成的 我覺得還是滿 滿意的這個實驗結果的 放低一點點 現在進行第三個步驟 我們來測試 IG的給水穩定度 那需要使用的器材呢 是黑鏡爽襯 因為雙襯它可以偵測 我的總給水跟 我的總萃取 所以我就可以利用 它這個功能呢 以及它的圖表 來偵測我每一秒 給水的 是否就如IG當作所設計的 OK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了 好 那我們使用雙襯的 APP的功能 然後呢 再來用 IG 那全部的會分為五段 就是每秒兩克 三克 四克 五克 六克 最小到最大的 好 那每一段呢 我們都給五秒鐘的給水 看看它的穩定度是否是正常的 好 開始第一段 好 每秒兩克 然後持續五秒 好 然後 第二 休息五秒鐘 第二段 然後每秒三克 也是持續五秒 然後 第三段 每秒四克 也是持續五秒 然後第四段 每秒五克 持續五秒 然後最後一段呢 就每秒六克 就是IG的最大給水 好 完成 我們來看一下 黑鏡雙襯的圖 我們可以看到 基本上呢 每一段的給水的穩定度 還是滿正常的 就是都可以在一個 滿合理的範圍之下 但是還是有一點點的 多一點或少一點點 但是基本上每一秒 都是圖 我們所設計的 大概是在合理的範圍之內 兩秒 三秒 四秒 五秒 六秒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IG的給水的穩定度 是OK的 可以符合我們所設計的 這個給水Range 那經過剛剛的三個實驗以後呢 我們可以發覺說 其實在柔軟度上 或是說每秒的給水的穩定度上呢 IG還是有符合一個 智能手衝機的要求啦 那如果可以滿足這些 參數上的穩定度啊 參數上的需求的話 其實我們就可以利用它的APP 然後去做一些手法上的模擬 譬如說像一刀流 它可能是持續的在正中間給水 但是它的給水穩定度很重要 如果它給水忽大忽小的話 一刀流會不好喝 所以像 學長自己測一刀流的情況之下 覺得它的給水的膨脹狀況 會看到是非常飽滿 而且很舒服的 這樣子的一刀流 基本上就會滿好喝的 甚至於可能比一些 給水不穩定的初學者來比較的話 還更好喝 那譬如說 大家比較常見到的推粉法 其實學長也有設定不錯的參數 可以讓我的粉塵呢 往牆壁上面推 它就要考驗是你的繞圈的狀態 如果你繞圈的範圍不夠大 或是不夠精準的話 或是它繞圈速度沒辦法控制的話 可能就沒辦法做出好推粉法 它的粉塵就沒辦法 有貼到牆壁上這樣的效果 那在iDrip 我經過兩三次的測試之後 其實基本上這都是 可以完成的手工法 那包括後半段的 我的灌大水 分兩次灌大水 做一點翻攪的手工法 然後做一點微韻的口感的部分 我覺得效果上面 也是可以符合我的需求的 所以我們發覺iDrip 確實可以模擬手衝的 風格到一個不錯的狀態 經過以上一連串的實驗 以及學長的講解 大家可以了解說 iDrip 它大概它的機能是怎樣 還有一些 我們如果未來都會想要挑選手中機 那我們是否有這些功能 確實會影響到我們的風味 但是最後呢 我們還是補充一下iDrip 我覺得可以更好的地方 無論是在APP上 或是它的機組上面 我覺得還是有一些空間 可以讓它更自由 譬如說它的設計 每一段給水中間 你必須間隔五秒鐘 才能進行下一段給水 那這個對於學長來說 就可能限制了我某一些手法 譬如說某一些手法 我喜歡給完大水後 瞬間進小水 但是可能是它會有一個淹水的狀態 但是如果你中間停留五秒的話 我的水可能就先流掉一部分了 那就可能沒有辦法達到百分之百的效果 可能還要做調整 所以這一點如果可以再修正的話 我覺得可能iDrip的功能性上面 會更直覺更完整 或是譬如說像它的 目前設計的給水最小克數 是每秒兩克 其實已經算是蠻小的 確實是蠻小 然後最大的克數是每秒六克 但是事實上來說 還是有一些手法 它可能需要更小更小的水量 譬如說像點滴法 我可能每秒要0.5克左右 是比較理想的 那目前iDrip它的設計上面 還沒辦法給這麼小的水 如果可以給這麼小的水的話 我相信它的使用範圍 它的泛用性會更好 那這些都是學長給iDrip的未來一些期望 如果可以的話 它說不定可以更全面 然後可以為大家服務出更多更有趣的風味 OK 那最後學長跟大家聊一下 其實未來我相信手沖機會越來越多 而且大家喜歡它的地方 絕對不是因為它只是看起來像手沖 而是說它的風味上面 就會有手沖帶來的一些細節 那這些不同變化其實各位的舌頭是合得出來的 也就是因為如此 台灣手沖才這麼的蓬勃 所以我也覺得說 如果我們要做一台居家使用的自的手沖機 它當然要盡量能夠符合這些要求 如果只是說我是手沖機 但是它的無論是給水或是花灑 其實並沒有符合這些要求的話 這些就只是一個廣告噱頭 那就是不鼓勵啦 所以今天也藉由這樣的測試 跟大家溝通 我們喜歡什麼東西 然後某些機器 它真的可以為我們去構思這些充足的模式 充足的柔軟度 然後達到我們的標準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說這真的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狀態囉 OK 那我們關於iTrip的開箱以及實驗 就說到這邊為止了 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以下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